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在IE里面它显示这样 在谷歌里面它显示是那样的 比如说它显示的情况是不是不一致啊 对不对啊 那这个我们称为就是CSS bug 能理解过 那我们得想办法干嘛呀 解决它 那解决它是不是得有解决的方法呀 是不是啊 那来看下面名词叫 hack呀 hack呀 hack是吧 发挨的音吧这个 hack啊 hack它指的就是解决bug的一个方法 解决bug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看啊 那这些方法 你看我这写两大字什么 都属于个人对CSS代码的什么 非官方修改 个人是谁啊 个人是不是就自己啊 比如说怎么样 咱们那个就是老一位 就是前辈们 那些大神们 他们写代码的时候 怎么样出现这个问题了 他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是不是就说 我自己写个文章 写一个文章 是吧 就用这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就给咱们 把这规范总结出来了呀 对吧 记住这些东西都是非官方的 听到了没啊 就是CSN这个hack 它指的就是解决方法 能理解不 这个filter呢 它表示叫做过滤器 什么叫做过滤器呀 过滤什么意思呀 过滤 大家知道那个 筛选 对吧 筛选 你比如说什么 什么是人才呀 人家都说 叫做筛选再筛选 过滤 再过滤的 是不是就属于 人才是不是 不叫人渣是吧 人才是不是 比如说现在来看啊 这个filter它表示的 就是过滤掉某个东西 过滤掉某个东西 有时候这过滤器呀 它可以在干嘛呀 去区分每个浏览器 你能理解不 一会儿呢 咱们到最后 我给大家去补充一个 咱们常见的这个过滤器就行 听到了没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用其他的方法 完全能把这个bug给解决掉 能理解不 好的来看啊 那下面呢 咱们再说一下啊 你修bug 你修bug 它存在弊端吗 存在弊端吗 你比如说就是 太刀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小时候啊 大家你见过那个补胎吗 给自行车 见过吗 怎么补啊 对对 有点你弄一个好的完美的轮胎 比如说扎了一个扎了一个洞 扎了一个眼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我得把那个拿着 我们的啊 叫 就是叫那个叫错 知道吧 就是磨 把它磨薄了 然后是不是再给贴一块瓶啊 那我现在问你 你贴了这个瓶之后 它还能正常的去 充气吗 是不是能正常了呀 是不是完全能用了呀 但是我问你 这个轮胎还好看吗 你上面说白了 是不是有补丁了呀 对不对呀 哎你修八个 是不是就说白了 打补丁了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它存在一些哪些弊端呢 你比如说就是补轮胎 是不是第一不好看了 是不是啊 它就不好看了 因为它修好归修好了 但是 是不是存在一些副作用啊 对不对啊 什么副作用啊 你比如说这个轮胎 别丑了 还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 是不是上面有这个 它就是不在一个平面 它就有凸起了呀 对不对啊 你这隔了 是不是它这个 说白了就是 还那个严重性更大呀 破坏的 对不对呀 哎 那咱们写代码仍然是这样的 啊 也就是你修完bug 它仍然存在的一些副作用 啊 存在一些不好的点 什么不好的点 这不用记 听到了没啊 哎 就是降低了代码的什么 可读性 增加了代码的负担 因为你修bug 咱们古轮胎 当然是拿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PT 对不对啊 那那修bug 你是不是肯定是 往上面再去写代码去呀 对吧 那肯定增加了代码的一个负担 降低可读性了 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你就知道 它存在的一些什么呀 一些弊端就行 听到了没啊 它具体的修补方式呢 这个东西就太官方了 你不用去看 一会儿记方法就行了 明白了不 哎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 那下面咱们研究的 就是常见的一些bug 啊 也说常见的一些bug 那有哪些常见的bug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应该这样 我们去说啊 就是常见的页面布局的bug 听到了没啊 因为咱们到了后期 学JS的时候 你们会 也会去修各种各样的bug 啊 就解决各种各样的兼容问题 明白了没啊 哎 来看第一个bug啊 第一个bug 就是图片 有间隙的bug 图片下面啊 有间隙 看到了没啊 大约多少像素啊 大约三像素 啊 大约三像素 一定是三像素吗 不一定 听到了没啊 哎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bug 那什么概念呢 大家来看啊 你比如说现在呢 我这写个div 看到了没啊 我写个div 里边呢 我直接塞一个图片进去 比如emages下面的 咱们这里面有图片吗 对对对吧 是吧 是不是这里面呢 就现在咱们就用着 就用这个吧 行吧 bj.gf 看到了吧 你看这个div啊 行了 margin0 我再设置一个 puneling 我给这个div啊 直接加一个宽吧 300像素啊 bibrand orgin 看到了没 比orgin的 它那个就是orgin的 黑色滑 行吧 打开它啊 现在是不是长成这样了 对不对啊 你看下面啊 我加高了吗 按道理来说 你这个图片 它是不是应该 把我们这个div撑开啊 是不是啊 但是你看它下面这 是不是有一个间距啊 有些说 那你不会给它加高度吗 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到底多高 是不是44的呀 你给它加个高度 高 我就成了44了 在这儿去刷新 你看看啊 现在还有吗 没了 是吧 来看啊 我们打开谁啊 IE 就是可恶的IE 来看啊 因为咱们 我用这个IE6 IE6算是 真的达比特别低了 听到了没啊 你简单看一下就行 明白不 这个东西 如果你下载了怎么用啊 你记住 点开之后 这是不是有个主页啊 你可以去选 听到了没啊 哎 你比如说我点一个IE 哎 这是一个IE的界面 记住 如果说你网址里面啊 有中文的情况下 IE6暖期根本不解析 听到了没啊 它根本不解析 你可以这么去做 复制 复制网址绝对不行 你把它怎么样啊 看到这个了吗 不改名字 把它拽出来就行 放在这儿 看到了没啊 你这样载过来没事 但是靠北 只要你一靠北不行 这就完全是怎么样啊 我给你试一下啊 Ctrl C 等过来 看到这乱 看到了吗 哎 它是一个乱码状态 听到了没啊 哎 你看这儿 有没 看这个间距了吗 它是存在的 啊 它是存在的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咱们要解决掉 啊 要解决掉 其实说白了呀 有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浏览器上 高版本浏览器 它虽然说看不到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下面写东西的时候 它会存在一个间距的 明白了没啊 哎 极好了啊 那这个解决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所用的这个hack 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呀 来看啊 它解决方法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把容器的标签 和image标签 写在同一行上 写在同一行 看到了没啊 你比如现在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这个div啊 和这个image怎么样 全都写在同一行上 看到了没 你这样去写保存 你看看啊 在这个i16里面 我去刷新一下 看到了没 解决了吗 这样是不是解决掉了呀 但是你觉得这样写代码好吗 所以太麻烦了呀 就太乱了你的代码 不能说都写在一行内吧 是不是啊 你可能得 做一个回车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得有第二种解决方法 第二种解决方法 我给你用过 怎么用啊 就是直接把图片 干嘛呀 Display Display Block就行了 看到了没啊 比如直接把它转成什么呀 块状元素 直接给它转成 块状元素 明白了不 那么现在来试一下吧 你看看 我把这个还是有回车的 在这呢 我去刷新一下 它现在是不是肯定是有检距的呀 看到了吗 只不过谷歌它有 它看不到 看到没 那现在我们你比如说给这个图片 去加上img 写一个Display是吗 Display Block 那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呢 去刷新 这是我不影响啊 然后在这呢 我去刷新一下 你看看 解决了没 这样也解决掉了 都明白了没啊 这就是图片 特别经典的一个网子啊 就是图片 向下称大大于三像素 一般咱们用的方法都是这样去做的 明白了没啊 一般都是给它转成块状元素 有疑问吗 这个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 我跟你说啊 今天下午也是 你少问点为什么 因为没有为什么 你为什么给它转成块 它就没有了呢 对不对 但是这个确实有一定原因 因为以妹子默认的是 inline Block吧 inline Block它之间的 你横向排列的时候 它确实是有间距的 还记得我跟你先 写那个标尺的时候 我说要回车吗 让一个元素左右上下居中的时候 我说加一个标尺空死判 说不要回车呀 你要回车 它之间是不是有间距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你就记住第一出现的场景 然后再一个就是解决的方法就行了 能明白没啊 好了 这是第一个 一会儿你再试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这个第二个bug呢 它还是图片 如果图片存在超连接的情况下 超连接啊 是不是就是有创连接啊 那个A标签啊 在IE上 这是IE独有的 IE上会显示 蓝颜色的边框 蓝颜色 边框啊 看到了没 咱们来试一下 你看看啊 我把这个都干掉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一张图片了呀 哎 上面这个不要了 保存在这呢 你去刷新一下 看到了没 现在是不是长成这样了呀 你看IE6啊 在这刷新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呀 看着变化啊 如果说我在这个A 在这个emage上 外层啊 加一个A超连接 看到了没 你把这个图片呢 放在这个超连接里面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个超连接呀 保存 你看谷歌上在这样的刷新 有毛病吗 放在这是不是人家有超连接呀 但是你看在IE6上 刷新 看到了没呀 它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边框的 有点 这不 这不那个紫色的吗 哎 我说了 超连接是不是有一定的缓存呢 是不是啊 哎 它是 初始的是蓝色的 听到了没呀 哎 那这个东西咱们怎么给它去掉啊 解决方法呢 就是它这个hack 方法是怎么样的呀 给image Boulder为0 看到了吗 这也就是说 我之前给你一直在强调过 我说图片如果有边框的情况下 千万别给图片加边框 你要往外边是不是给它包一个盒子 给这个盒子去加上边框啊 为什么呀 就是我们为这个bug 在以后你写的时候 我这是不是上面这个咱这个重置样式啊 以后你完全可以再加一行代码了 image display block 再写一个 Boulder为什么 Boulder为0 或者是为0 明白了没呀 第一个 我是解决 下面那个间距的bug 第二个 我是解决 如果真要图片上有超连接的时候 在IE上边框的几个bug 明白了没呀 哎 这两个bug一定要记住 听到了没呀 哎 好了 你那呢 呃 我估计试啊 你试不出来 因为你 因为你本地时候没装那个 IE测试器啊 你用那个 比如说你Win10里边 它自带的那款浏览器啊 它有时候测试不到 哎 你那能改吧 表单元素 第三个啊 表单元素 看到了吧 比如说对齐方式 不一致 啊 比如航高啊 你弄航高 你是不是有点就混了呀 哎 比如说对齐方式不一致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来看啊 这个我就给你注视掉 对吧 你比如现在呢 我这儿扔两个input的 比如一个是文本框 看到了吧 比如一个是按钮 BUTTO的 是不是这是一个按钮啊 来看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V6 有V6值部里面 是不是有属性啊 你给它加个值 比如说按钮 然后这两个呀 你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第一个 Class Test Test 是不是属于文本框啊 然后我现在给第二个Class 我写个B T N 是不是属于按钮啊 然后现在来看啊 第二 Test 看到了没 Border 都是咱们自己家 一般情况下 不要用它的 听到了没 我写个Ride 然后大小宽度 200像素 高度呢 我给它设置成 比如说30像素 看到没 这是文本框 文本框 然后再来一个 第二BTN Border 一像素 Solid 我写个 Yellow 宽度 30像素 高度 30像素 看到了吗 这个Bug 其实你见过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把它点开 现在是不是长成这样了 看到了吗 还记得之前 我已经说过 是不是它这个按钮的高度要小啊 咱一会儿再研究这个 咱现在研究什么呀 什么叫做 行高对齐不一致 也说对齐方式不一致 那你看看啊 现在是不是感觉 它在一行里面 说白了就是 这儿是不是有些间距啊 你看看啊 如果说里边V6值 咱们现在这儿 是不是写的按钮两个字啊 如果按钮为空的情况下 说白了 是不是把里边文字给它清除了呀 来看 在这刷新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对齐方式 它两个是不是上下怎么样啊 错着过这 错着呀 你看很明显 这儿是不是往下走了一点啊 我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咱们写第一个企业站的时候 你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了 我说给它加什么就行了 是不是给它加浮动啊 对吧 你来看啊 然后它的解决方法 比如这个hack 它的解决方法就是给谁啊 给元素添加浮动 float 看到了没啊 你比如现在你看啊 我给这两个都添加一个浮动 float live 这是float live的 看到了没 你再去刷新的时候 对齐了没 这样它是不是就对齐了呀 对不对呀 有的时候它这个 一定记住啊 对齐方式这 我们是这是用的比较多的 在一般的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用谷歌看呢 谷歌都有这个问题 你遇到时候一定知道怎么去解决一下 听到了没啊 就是给它加浮动去 啊 就是加浮动 这个能明白不 啊 好 那我们一块把下面一个说了啊 咱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按钮这个问题 在之前呢 我跟你说过 我说呀 按钮这个东西啊 你是不是加边框 它是长在这个里面了呀 咱们正常解析的情况下就解释在里面了 但是在试的时候 有同学 你的电脑上 没有解释在里面 它是正常 啊 咱们班同学 我现在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忘了谁了啊 就是加上边框还正常 没有说长在这个里面 咱们正常的荷尔模型 你加边框 它是不是在元素外围呀 对不对呀 那这个按钮 我给告诉你怎么去处理这个bug的呀 现在我是不是写的30啊 你看人家这个加上上下一项素 是不是32啊 它是不是说白了还是保持30的呀 我当初让你怎么做的呀 我说你给它怎么样 是不是给它加上 加上32就行了呀 但是你又没有考虑过 你的电脑上看着是没问题了 那如果真要放在人家电脑上 那有可能你加的这两项素 就比前面要高了 对不对呀 这就是兼容问题嘛 啊 这就是兼容问题 所以说下面 这第四个 这是我们常用的 它不是一个Ie流览器啊 有大部分都有 听到了没啊 什么bug呢 就是页面中的按钮元素 按钮元素 默认大小 不一致 默认大小不一致 看到了没啊 那它的解决方法 它的解决方法 来看啊 首先 它这呢 一共有这三种 一共有这三种 你看啊 它分给咱们分情况了 给咱们分情况了 你看啊 我这直接给你写吧 行吗 首先第一点 我给你描述的这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楚点啊 就是如果 如果按钮不在表单里面 如果按钮不在表单里面 页面中所有的按钮 页面中所有的按钮 放在 就是用谁啊 别放在了 就是用A超连接模拟 看到了没啊 用超连接模拟 什么概念呢 你比如说你打开一个页面 看到这个查看详情了吗 看到这是不是说白 就是一个按钮啊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你说这个用什么做的 都是用超连接A做的 还有这个帽 是不是更多呀 哎 只要不在表单里面 还记得这个表单吗 是不是就是输入框 按钮 或者 或者是就是给大家说的 那个什么提交了 或者是重置了 是不是那是表单呢 没在那里边的 咱们都是用A给它模拟的 明白了没啊 像这个东西 有特别你用那个input的去写 它虽然能写出来 但是尽量别这么做 听到了没啊 都是用A 给它那个搞一个超连接就行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第一点 二这是第一点 还有 第二点 如果 按钮 是一张图片的情况下 按钮是一张图片的情况下 直接切图 当背景即可 看到了没啊 如果说按钮它是一张图片 哪个呀 咱们比如说 再继续来看 你看千锋的这个 看这个点击咨询了吗 你看后边这个背景 看到了吗 那像这个东西 它这是不是有一个这样 小三角了 看到了吧 像这个直接给它切图 听到了没啊 直接切图 给它当背景就行了 能理解不 这也是按钮啊 因为你不用input了 它是不是设计不到说大小不一致的情况啊 对不对呀 那第三点 那如果说咱们真要用到这个input了 真要用到input作为按钮 input的按钮 它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呀 你来看啊 我给大家说过 我说呀 如果说input为按钮的情况下 很多解析的 是不是这个边框都长在它自身了呀 是不是都长在它自身了呀 长在自身 你很明显的 你看看 咱们打开F12 你看一下啊 放在这儿 它的高度是多高 30 放在这儿是多高 32 很明显 你看我放大它两个 是不是就是插着脸像素呢呀 对不对呀 那为什么插脸像素啊 是不是就是 问题是不是就出现在按钮这儿了呀 因为这个边框是不是长在按钮的那儿了 长在里面了 你是不是说白了这儿直接是加了这个边框啊 能明白我的意思没呀 直接加了这个边框 那遇到这个怎么做呀 我给大家说啊 它加在input上是不是有问题 那我问你 我给div加边框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你写div的时候 给div加边框有有边框长在内部的吗 是不是都长在外部的呀 想办法呀 干嘛呀 我给它套一个盒子 我给盒子去加边框去 模拟一下 你觉得行不行 可以不要 那完全可以的呀 你比如现在你看看 我怎么做呀 我遇到这个input了 看到这个btn了吗 我不给它写 我直接就是border为0 还有边框吗 没边框了 哎呦 是不是这样的呀 border为0 那现在浮动我也不给它加 看到了没呀 在这呢 我就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长成这样了呀 对不对呀 它就是30分30的 那如果说你直接给它加边框 是不是还是长在内部的呀 我不给它这么做了 我怎么做呀 我在它外面 我给它套一个div 我给这个div啊 比如起个class名 叫做btnboss 是不是就是装按钮的盒子呀 我把那个input怎么样 给它扔在这里面 看到了没 那现在我给这个点btnboss宽度 比如说 是不是和它保持一致就行了呀 30高度为30 给它去加上这个冰化 你说这样是不是就解决掉了呀 耶咯 能明白没呀 因为你是不是真好说白了 就是input的 它是30乘以30的 你这个框 是不是也是30乘以30的呀 它是不是说白了 真好是放在这里面呢 对吧 我给这个盒子 去增加一个边框 是不是就解决掉了呀 你看我给这个盒子 再加一个float 你现在刷新 它是不是肯定在下面的呀 因为咱们这个div 是不是夸装元素啊 我给它加一个floa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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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一下 在这呢 我去刷新一下 看到了没 你在放在这的时候 是不是32啊 这是不是也是32啊 那就看起来是正好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没呀 所以说 如果说你真用到这个input 做按钮的时候 你需要在 按钮的哪儿 对 按钮的外面 是不是套一个盒子呀 哎 套一个元素 给外围的元素 添加变化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 长在它里边了呀 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你用任何浏览去去看 div 绝对不会说 长在内部的这个变化 明白了没呀 哎 这样就解决了 能理解了吧 哎 好了 那这样吧 咱们下个休一会儿 行不行啊 你把这几个呢 自己去试一下啊 好了 停下来吧 将来 明示王的一会儿试啊 咱们来看第五个啊 呃 这个第五个bug呢 它指的是这个鼠标指针 鼠标指针啊 那它有什么bug呀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呀 做这个 我把注视角啊 这个A 看到了没啊 哎 你比如现在我给这个A啊 加一个大小啊 能直接加吗 Display 你给它转成什么呀 矿状元素 对吧 我给它写成 比如说 200像素 高呢 100像素 大家不让都不录 看到没 等一下呢 我去刷新一下 有了没 看到这个区域了吗 鼠标放在上面 你看啊 看到这个 鼠标了吗 变成一个什么了 变成一个手型了呀 但现在你看看啊 A呢 它其实是有超连接的 人家默认的情况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小手型了呀 那如果现在是一个DV呢 那DV是不是就没这个手型了呀 你说DV它有这样的状态吗 我这给你写DV 它就不用转了 保存在这刷新 再放在上面还有吗 没有了 那现在比如说 我想让它产生一个小手的形状 为什么不让它变成小手啊 鼠标放在上面 是不是变成一个手啊 是不是和用户之间 做一个这样的交互啊 对不对呀 那这个怎么做呀 来看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啊 怎么读啊 COSER 是吧 然后呢 它这个属性就是控制 处标指着的一个样式 手是什么东西 汉汉不是手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英语是什么 汉的 是吧 你看啊 我用汉的 看到了没 保存一下 你看啊 我现在给这个DNA 加上这么一个属性 红色 然后给它写一个汉子 看到了没 保存在这刷新 手标放在上面 管事吗 不管事来看谁啊 阿姨 刷新 手标放在上面 管事吗 它是IED本本了吗 6 它是起作用的 这就是它两个 是不是不兼容了呀 对不对啊 不兼容了 那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啊 让它变成一个小手的形状 HACK 我们怎么做呀 就是COSER 后边写一个 叫做POINT 看到了没啊 写上一个POINT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HANA换了 换成一个POINT 保存 刷新 你看啊 这是I16啊 刷新 鼠标放在上面 变了没 变了没啊 你看啊 在火湖 在这个谷歌上面 变了没 这样就变了 因为它可以去控制这个 鼠标指着的一个状态 能明白不 那它除了变成手 还能变成什么呀 脚是变不成啊 来看这几个 看到了吗 看这几个了吗 什么加号 咱们来试一下 你看啊 看着C 我放在这 保存 刷新 鼠标放在上面 看到了吗 是变了一个这样的实字了呀 来看 等待呀 什么意思啊 喂的 是吧 那看这个 你就特别费劲了 你看鼠标放在上面 看着特别难受啊 是不是啊 我这不是卡了 所以鼠标指着的 这样一个变化呀 对吧 文本 太死了 看到了吗 在这呢 去刷新 鼠标放在上面 看到没啊 是变成这样的一个 光标的一个状态了呀 对吧 还有这些 你都可以自己去用用 听到没 咱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那个手 那个手指头啊 你害怕什么意思呀 说帮助啊 看到没 是不是后边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呀 然后目呢 移动 看到了没 是不是这样的状态呀 对吧 等比如说咱们学了二级段 你们做拓拽的时候 肯定会用这个 这什么叫拓拽吗 你比如说你去注册东西 那个验证码 那个验证码是不是拽过来 然后上面一个拼图 见过吗 哎 这拓拽的效果嘛 对吧 你鼠标指指是不是发生一个 移动的一个变化呀 哎 好了 呃 这个几个呢 你知道它能改变就行 听到没呀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 Consum Pointer 它就变成一个小手的一个状态 听到了没呀 哎 好了 那这几个呢 呃 它是我们 一般情话下啊 也说不是说必须在Ie6上 大部分浏览器是不是都会存在的 这几个常见的bug呀 那我现在问你 我讲的是所有吗 那所有咱们 比如说一天 两天也讲不完了 对吧 有很多 但是常见的就这么多 听到了没呀 你在工作里面 比如说我 你遇到bug怎么办呢 遇到bug怎么办呢 对 找P2啊 对吧 你去查呀 你应该查什么呀 你要知道怎么去找出现的场景是什么 啊 然后解决方法是什么 你记住啊 你记住 bug是什么 在你代码写对的情况下 它所解析出来的不一致的状态 听到了没 你别弄个代码 我写错了 你说这是bug 我找解决方法去 你写错了 你找啥方法呀 是不是啊 你别钻牛角尖写 听到了没啊 好了 下面这五个 这是咱们常见的 常见的 那下面呢 我给你去讲的这几个呀 它就涉及到IE了 zzzzzz 它叫船